HELLO 大家好,我是大阿斯 好,那天氣節手遊在官方TAPTAP上面前幾天,兩天前 兩天前有公佈一些職業的系統 好,我們看到這張圖 陰箭屏,陰箭屏,帥氣 然後主要他是有說有六種職業 俠客、鐵位柱油、咒斯、遇風和雨士 然後這邊有一個陰箭屏的GIF的動態圖檔 然後看起來應該是火靈神劍吧 可是有這麼弱嗎?有這麼不華麗嗎? 看起來是火靈神劍,要不然就是一般的附加在武器上面的火屬性的普通攻擊這樣子 然後俠客就是近戰物理輸出這樣 然後鐵位就是 有點像仙允超的那個角色啦 就是擋血後嘛,防禦力高 然後助遊 助遊 助遊 助遊就像指風這樣,補屍 可是應該也可以放法術吧 只能補有點弱耶 好 最近也就是奇遇之術啊,OK 咒斯的話就像風寒月的角色 跟那個夏侯儀 咒斯 然後這邊有一個慕容玄機的GIF圖檔 然後這個是應該是新的角色 上面這個,分焰之陣這一隻 好 再看一下 不好意思 再給大家看一下 焚炎之陣 蹦 OK 御風 御風有點像那個領取 就是 它移動力很高 然後可以翻上越野這樣子 OK 大概就是發動 呃,這邊有些發動起起嘛 跟拿把握之類的 然後這邊有一個雨勢 喔,這個比較不一樣 雨勢呢 它就有點像那種 韓謙秀啦 可以遠距離攻擊這樣子 然後這邊有一個GIF圖檔 然後這一隻應該也是 喔 也是 天氣節手遊才有的角色 好,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看其他的新聞 呃,三頁 呃 有一個是黃埔森的檔案捷徑 可是這個就是一般的揭槽 黃埔森的,我們就這個就先不看 我們先看 這一個 反正就是天氣節手遊會有黃埔森 這個角色再出來 然後這個是 隱鈴峰 就是我們剛才介紹的雨勢 的職業 然後 它是銀串公主 這應該也是 喔 它這邊有寫 就是幽厚神幻建路的大廈國的銀串公主 隱鈴峰 對這個人物超 超沒有印象的 好 反正就是幽厚神在西域嘛 好,那邊有個下雙公主 喔,就這個 好,給大家放大一下 還有,懷念嗎 這是它 整個超 超弱的啊 好 好,這邊都不重要 不過這台天氣的手遊變得好像很強 還有GIF個檔給大家看一下 畫面還不是很清晰 喔 喔 這個 哇 它衣服是薄紗耶 你看看 它褲子是薄紗耶 哇嗚 OK 大概是這樣 黃浦森 看一下喔 黃浦森的 欸,這邊還有一個武運 畫運的玩法相解 給它看一下 好,我們的冰璃啊 好 反正還是有那個訓練神魔魂啊 然後這邊 然後變成這樣 訓練神魔魂 然後不要 大家不要拿以前的那個天氣節的 玄濤之卷的武運 拿去 對於每個角色的招式去點喔 因為他們說會改 不太一樣 好,這邊是九句粉滅 粉滅 哇,它範圍也太大了吧 哇嗚 老實說我蠻期待 這個手遊的啊 好 這邊有講 天地劫手遊 原作中 喔,對不對喔 不要 關係 與原作不同 OK,不要拿原作攻略本 對應操作 天地劫手遊的 武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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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再來 黃浦森這個 這邊主要是介紹 紅浦森的 的一些 原油啦 有玩過優惨的 應該都知道了 這邊 警方帶過 好,修得上他 感覺這邊是行惡故事 總覺得是行惡故事 這邊就是以前 以前的 然後 就最經典的 黃浦森 就是 嗨 因為你和我一樣 都是暗星降屍的凶黃啊 說明是不會讓我們 在世上有龍神之處的 你很快就明白 在這神室 永結戀獄之中 留給我們的 終究只有絕望與痛渴而已 其實當時黃浦森的 想法是對的 因為石魂宮那時候是要 把下回一團 一火人 全部都留在那個 那個 幽城裡面 好,這邊有個 黃浦森的 繪圖 哇,老實說 蠻帥的 我的確 熊黃 力術 降生 命中助力 逆天回到 吐害常生 好 身為天洋派的3D值 偶然的神秘力量 初始武器為雙頭射箭 好,它的圓繪圖是這樣 可是我覺得 他們改得滿 換得滿好的啊 好,這邊有 我們黃浦森的招式 喔,砍這個 112D的魚妹 這樣對嗎 他說這是我們隊友嗎 好帥喔 這叫什麼 異形劍法 連影之術都有了 哇 欸,大家有看到他嗎 那手有在動 好酷喔 好 好,大家就這樣啦 好,那 喜歡我的頻道記得 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IG跟LB 好,謝謝大家這裡收看 BUB 掰掰